股票的版块是按照行业来划分的 用营立字头APP来做例子 按照行业拼音的第一个字母做了初步的划分 例如保险行业就是用普通话B字来开头 大类的总用分了11个行业 分别是能源业、原材料业、工业、消费品制造业、消费者服务业、 电讯业、公共事业、金融业、地产建筑业、资讯科技业和综合企业 在大类之下再细分为31个业务类别和94种业务类别 接下来我们就举一个例子 例如公用股就是与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公用事业 包括电力股中电0002、港灯2638、能源股就是长江基建1038、电能实业0006 内地经济股当中包括了科网股 中斯科网股在港股板块当中占了非常重要的席位 由于腾讯即700已经占据了恒指成份股当中接近一成 腾讯的升跌极有可能会影响恒指的走势 而还有内地的消费股包括了食品股 好像康师傅322、中国旺旺151、汽车股就有广气集团238、长城汽车2333 而体育用品股就有安革体育2020和361-136 期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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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